这个问题是关于圣灵充满去明白 它是什么和如何达到 我的回应就是这样的 圣经讲到 因为圣经讲很多就是跟神有个密切关系 圣灵充满就是跟神密切关系 因为圣灵就是神 在圣经里面记载 就是说那些人他们常常祷告 另外是按手祈祷 他们就带着神的能力 就是说圣灵充满是 譬如有些人他们是 他们明白圣经 他们想侍奉神 但是他们 是不是一定圣灵充满呢 圣灵充满有些什么 除了我先讲 是神很强烈的同在 圣经有没有讲什么关于圣灵充满的迹象呢 有几个经文 大家可以记得的 一个经文 这些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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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讲到 圣灵的恩赐 圣灵赐给人有 智慧言语 知识言语 医能 医病 先知 说方言 翻方言 这些都是圣灵所赐的恩赐 也就是圣灵充满 也会随着有这些恩赐 这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就是 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 我们有讲到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呼音及万民听 信而受世必然得救 然后信的人必有神迹除弱 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还有 一个就是赶鬼 另外就是说身方言 还有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都是讲到 在传呼音的时候 圣灵降临 这个是圣灵转一章八节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就叫我们得着能力去传呼音 而耶稣就解了 就是说能够有医病 赶鬼 也都在圣灵转二章十七节 当五秦节 圣灵充满那班人的时候 说方言 比特就 选用这个约义书所说 他说 神说在末后日子 我将我的灵 敲冠凡有血气 你的儿女要说而言 少年人见异象 老年人作异梦 我要将我灵敲灰 我的仆人 四女 他们都要说而言 那这些都是 讲到 圣灵充满 会带来一些 就是一些果效 就是那个 这个恩赐 和能力的果效 就是说 首先是重拾密切关系 而这个密切关系 去到一个程度 是可以带来一些恩赐的 但是同时 其实也都 有很奇妙的一件事 有些人 没有经历到 好像有些人经历 四年出门 他就是做什么呢 他就是为人 按手祈祷 或者带人祈祷 那些人就经历到神职 就是说 有时候 那个人好像以为自己没有经历 但是他一行使的时候 因为圣经说 信的人 必有神职 不是就是牧师有神职 信的人必有神职 除了他们就是奉我命赶鬼 守我命人 所以有些人 在传统教会里面 他们不懂得这样的圣灵充满 他们一样有圣灵的运作 好了 这样的分别呢 譬如 在圣灵充满的人 带令的聚会 和传统带令的聚会 有没有分别 和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 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有些报道会 有些见证 我想大家都听过 因为我呢 除了看圣经 我都看别人的见证 听别人的见证 我就发觉 很多那些 港道人信主 有些说在报道会 他说不信耶稣 他入到聚会 一路唱诗歌 哇感动到不得了 接着呢 又流眼泪 接着呢 一听到很扎心 接着呢 就很相信耶稣了 那他的表现呢 在他们的教会 平时的聚会没有啊 在报道会就有啊 那就是很可能呢 在报道会的时候 那些人呢 很多祈祷 很多人一齐 都为这件事祈祷 一时有神的同在 所以那些人呢 特别经历到这些的 就是比较超自然的经历 那这些超自然的经历 在传统教会 是比较少听到的 就是他会少听到 啊 有医治啦 又会那些忧伤的释放出来 那些邪灵讲出来 就是少听到的 但是在报道会 有时会发现 还有另外呢 就是在 敬拜赞美了 其实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圣力的充满强烈呢 就是敬拜赞美了 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有很多人呢 就会有 还有祷告了 就很多人经历圣灵了 就是好像 我们先祈祷 也有些人在经历着 我今早上讲到 也有些人在经历着 那我试过在 宣教呢 我在那里祈祷呢 有人立刻就 成灵彰显了 就是我讲到 是有个距离的 其实有两次很清楚的 很清楚 是很强烈的彰显的 那这个都是 就是 都是圣灵充满所带来的 可效 特色 和有时 传统教会所讲的 就是说 信耶稣 爱耶稣 听耶稣话 肯传福音 肯侍奉 那个分别在哪里 那个分别呢 就是他会带着一种 我会形容 就是圣经所讲的 能力 神的医治的能力 医病的能力 释放的能力 就是好像一种 看不到的能力 临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情况 就是 会是 同一个 就这样 普通的 就是 悟性的祈祷会 分别在这里的 那 那我自己试过 去一个教会 他请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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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帮别人解释圣灵 但是他说 这班人 未接受 未经历的 你慢慢来 那我说 好 慢慢来 不要紧的 那我一班 突然一起去 那我们就 首先在路上 我们坐船 一起祈祷 我一起师父 一起祈祷 然后去到 那我就开始 就说 我们试下 敬拜神 赞美神 那我彈吉他 然后赞美神 一路赞美神 他们就开始 四年的彰宴 有些人就很感动 很哭 那我就 叫我的同工 一起去 那些人 就为他们祈祷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看到 当我们带领人 进入神的同在 神的工作 是加强了的 所以你问我 圣灵充满 和一个 传统教会所说的 爱耶稣 遵从耶稣 的分别 在哪里呢 就是会有这些 圣灵的能力 和医治 释放的彰显 而传统教会都有 尤其在他的报道会 和夏令会 有些人听过 夏令会 那些人很感动 很特别强 那些人不是气氛的 是好像在那些情况 圣灵的运行加强 所以 我会怎么形容 圣灵充满呢 圣灵充满就是说 神的强烈同在 以至在聚会 或者为人祷告 或者帮助人的时候 除了我们误性的说话 我们口讲的说话 圣灵的运行去改变人 那这个就是 圣灵充满 就是说 你明白 因为圣经讲的几处经文 都是讲到有神迹其事的 发生的 那也是我们 今天见到 这件事 证明神 他真是活着 今天活着 他真是今天做工的 那这个就是 回答你 明白了 圣灵充满 这件事 那我先讲完 看看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或者其他人有问题 那第二 如何达到 我先有讲过 slide 第一 悔改离开罪 憎恨罪 因为罪有破坏性 第二 就是 圣经 我们信仰根据于 圣经 有些人有圣灵 就不看圣经 又不讲圣经 圣经就讲完一句 跟着就跳了去很多东西 我们要讲圣经 那跟着就是 信心 信心 有些人就认为 好信 好信 其实是好像他的心灵 其实圣经讲信心 不是这样的 信心是什么呢 我信得过神 神是可信的 这一点很重要的 有些人就说 你有信心 好信 好信 其实是你的 意志力 心力 但其实呢 是信得过神 神是很美善的 神是很好的 所以我信得过他 我信得过他 好想充满我 神想充满我 多个我想被圣经充满 是他先的 因为圣经充满 就是跟他有密切关系 所以这个第三就是信心 第四就是 用心灵诚实的爱慕神 尤其长时间 尤其在你家 整天都 和我心底发出 耶稣你真是好 你这样想 你就是喜欢耶稣 你对耶稣 我很喜欢你 我很需要你 我很想跟你在一起 我很想你充满我 我很想跟他有密切关系 那种渴慕的心 就不只是说 神我要些钱 我要工 要老公 老婆 不是那种祈祷 而是神 我想听了你说 我想给你使用 我想你充满我 和我有密切关系 我很喜欢你 很喜欢你 这样的祈祷 另外就是 渴慕 就是说 因为圣灵充满 真的带来很大的祝福 生命提升 事奉提升 也都领受信息 神 比如说到 事奉可以喜乐 这个都是我近期 这个教导 之前都有的 不过我现在更加清晰 就是说 你一赞美神 神就欢喜了 一杯粮水 比一个小子 神就欢喜了 所以我又开心了 可以随时随地开心 另外就是处理生命 就是如果生命里面 整天烦恼 激气怒躁 挂心 担心 那就不会被圣灵充满 一定需要处理的 另外呢 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 有帮助 但是都一定要保持 因为你一聚会完了 圣灵的同在 减弱 你会感受到的 如果敏感圣灵的人 你一走上去接受祈祷 好像有一种隐形的力量 在我们祈祷 你可能都会感受一种力量 接着呢 按手可能又加强 但是一聚会完了 一停了 好像都减弱了 出门又减弱了 坐车又减弱了 回到家又减弱了 地又减弱了 所以一定是要自己保持的 OK 那这个就是 长期的 和有心给神用 神一定喜悦的 而真是用得出来 譬如 双张姐妹呢 她就真的 祈祷和很多人祈祷 Esser也是 为人祈祷 她都经历圣灵 那我们用 用 神就喜悦了 考验也是 其实我们中间那些人 为人祈祷 常常见到 见到人经历圣灵 OK 好 我刚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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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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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 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